我們大家進到簡報46頁 那下午先從這個風雲器開始 那風雲器的話呢 其實是有分兩個 一個叫有緣 一個叫無緣 因為有緣就會在一起 無緣就拜拜了 可是我們用的就是無緣的 那有緣跟無緣到底怎麼分辨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像這個 這個就是有緣的 他是當警報器用 所以他就是像我們一般這個 警報器一樣就是 有人通電了 闖進來 打開 就這樣 嗶一聲 那我們如果是像這一種 你就可以像這樣判斷 像我左邊這個 我們先看它的長短角 老師您看一下 左邊的這一個的話 右邊這一個是沒有分長短角 兩個一樣長對不對 對 那麼如果是右邊這一個 有沒有發現有一長一短 這個腳 這個腳 是不是一個比較長一個比較短 對 那第二個你可以判斷是它 翻過來 肚子的 如果你是有看到這個電路板的 它就是無緣的 那有像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叫什麼 那叫什麼 澆罵的 這個就是有緣的 所以你可以從這兩邊去稍微做一個判斷 那 雖然我們無緣的 很多人都問我這個問題 雖然無緣的上面有寫正負極有沒有 上面是有寫正跟負 你把它翻過來有寫 可是其實 無緣的是沒有分正負極的 但是有緣就有喔 好 所以說 我們 這裡 這兩隻腳 這兩隻腳 你哪一隻當正極哪一隻當負極都沒有關係 這樣了解 好 那 如果說 老師呢 你要看起來比較好看的 其實是這樣子 直接就插到這個 麵包粉上 但是這樣是 有時候 如果你比較粗魯一點 就是長腳中七萬的 就這個腳會不會斷掉 所以如果你覺得 嗯 不是太放心的 你就用我們不是有兩條公母的嗎 你可以用公母的 就直接接到這上面 那如果你覺得你膽大心細的 你就把它插下去 都可以 齁 就是看你啦 就是這樣 麵包板有沒有 找兩個孔把它插下去 那因為有的它可能會 那個腳位不見得剛剛好 也許你要才彎一點點 那如果老師您剛剛 就是LD燈已經用掉兩條公母的 我前面這邊還有公母跟公公的 好 所以如果您那個線不夠的 你就來前面拿一下 我這邊先用單純一點的 好 我就用線的方式來插 這裡我找公母的 有沒有 我就直接套上去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很單純 那因為它沒有分正負極嘛 所以我們 一條 我們就接到RS好了 好不好 RS在哪裡 RS在我們左手邊 這裡 有沒有叫RS 這個腳位就是03 好 在積木的使用上就是03 所以我一條接到這邊 好 那另外一條的話就是負極囉 負極的話 我們就接來跟LED點取針這邊共用就好了 好 所以呢 我們這個 我的 拔起來 我可以確認一下 我左手邊 左手邊是負極 所以我就把 第二根 就接到這邊 接到這邊 所以我一個接在RS 一個接在GND 接在LED燈 這邊 這樣這邊就接好了 我們這邊補充一下 就是這個 風靡器啊 它是沒有辦法調大小聲的 所以各位呢 後拍紋嘛 你如果 比較好紋的話 比較大聲 比較拍紋的話 比較小聲 但是我跟你們說 最拍紋的話是不行的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 風靡器是我們 我們 所有 這些原件裡面 我必須跟各位講 我買的時候損壞率最高的 不是買來 大家用壞喔 是買來是壞的 對 就壞的 機率很高 我 這個暑假去高雄上課 小朋友的 結果 三分這裡上課壞的 讓那個小朋友很失望 你知道嗎 我已經多帶好幾顆了 可是還是不夠啊 我也沒有想到會壞那麼多 哈哈哈哈 真的 真的 我們這次買的 十分之一是壞的 因為我買五十個 超過五個以上是壞的 哈哈哈哈 就是 不是你用的還壞喔 是 一買來就壞的 所以 很討厭 所以變成如果說老師以後 你在教學現場 真的要用的時候 這種東西就是要多買幾個 換的話 就差那幾塊錢喔 你要叫他叫 要叫他換 其實 光運費就 超過你買的那個價格 OK 所以我們這樣弄好了 那您就可以先插電喔 等一下呢 我們來看看 怎麼樣去控制它 好 您就記得 有新的元件進來 我們就先怎麼樣 那先 就是一定要先斷電 插上去之後 我們再來做 好 OK的齁 那 因為像我們平常在家裡面啊 其實你那個 計時器啊 裡面也都有公平器 所以就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好 在這裡 我在簡報的49頁那邊 跟各位稍微 特別提一下 就是我們那個RS腳位 就是03 就是03 那 我們現在呢 要 讓它 能夠發出聲音 要怎麼樣 來這邊 來我們先找 左手邊 如果你希望它 一進來就唱歌一下 OK 也就是說 我程式啟動 你就把我發出一個聲音 我們就不就 放在遙控器裡面 我可以直接放在最外面 我們先找找看 在左手邊 你會找到一個叫做 輸入輸出 輸入輸出 按下去 第二個就是風靈器 找到對不對 那一樣的 第一個積木先拉進來 第一個是紫色的 你要告訴它 你插在哪個腳位啊 這樣才可以控制它 那我 通常 我這種 腳位的積木 我都是擺在最上面 也就是 好像電腦初始化一樣啊 我一進來就先檢查 先檢查 那我們剛剛 插在RS 就是這個 3 這個腳位 3 在輸入輸出裡面 會有一個叫風靈器 那你點開風靈器 要播放聲音 必須要用第二個積木 好 一定要用第二個積木 下面有這些音符 可是你不能直接把音符丟進去 你一定要把音符放在這個積木裡面 扒著這個積木 所以我先丟一個扒著的積木進來 這樣子啊 我就不用放在遙控器裡面 反正我希望一直請就先聽到聲音嘛 那 你要聽 他播什麼聲音呢 這裡有 內建的 幾首音樂 你也可以播 像這樣 抖人鴨鴨鴨鴨 也可以 好 我們就先播一個 先聽看看 到底 你是好聞的 還是壞聞的 先確認一下 對不對 不然怎麼知道到底有沒有聲音 這樣有聽到我的是OK的喔 有齁 好 麻煩各位先測試看看 看看你的風名氣到底是好的還是壞的 剛剛大家這樣測試過之後都OK 那麼 他的聲音可以做哪些 你可以看一下 他有這個 就是你可以單一個音符的 比如說像這個 這叫什麼 Doremi Faso Asito 前面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他的音階 就是我們那個鋼琴 不是有黑鍵白鍵嗎 好 那他的音階 我們的音階的話呢 在這邊 就是 靠左邊的 他的1 就是比較低音的 然後呢 2 就是比較 上來一點 我們一般鋼琴的話 大概可以到多少 7到8 就有大概7到8個音階 好 所以我們Webduno的這個 風名氣應該說 所有風名氣都差不多 他沒有所謂的低音啊 所以你大概要5以上 5到 應該最高是7這樣子 5、6、7 這幾個你比較聽得到 你如果低於這個 大概比較容易聽到 啵啵啵這樣子而已 甚至完全沒有聲音符 那麼後面節奏這一塊呢 節奏這一塊就是分母 這個叫做一分音符 就是全音符 然後如果是2的話 就二分音符 就是二分之一 4的話就是四分音符 四分之一 再來什麼 八分音符 有沒有 所以八分音符是比較快 那二分音符是比較慢一點 所以如果你的聲音要拉長一點的 你就可以用這個 就是那個全音符 如果這樣 長一點點 不過再怎麼長也是 沒辦法太長 就是 大概一拍左右 這個是 二分之一拍 四分之一拍 這樣子 好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 那你也可以偷懶 就是變成像這樣 因為這樣是一次一個音符 那麼如果你是像下面這個情形 就是 Do Re Mi Ba So La Si 它後面的六個就是我們這個 音階 就這個音階 那這樣就七個音符 在這裡 那他們都共用八分音符 你可以寫這樣 如果中間 就是有不同的節奏 那麼你就必須誠實一點的 一個一個慢慢的 跟它對應起來 它有幾個下面就幾個數字 但是這樣也比較方便 就是 反正 就一行就解決了嘛 好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用 這樣你大概了解了 我們這個 蜂鳴器 聲音要怎麼使用呢 所以如果你一進來之後 你不想要 它 超級馬力波那麼久 我可不可以一進來 一執行的時候 全世界有BB 表示我準備好了 可以嘛 對不對 那如果你想要再加一個語音 也OK喔 好 那我這邊我就單純一點 你看我把它Q這樣 我就單純的加上BB就好了 好 你用多 用西都沒關係 你看 四五六七嘛 好 如果我用到大概六 那我節奏快一點 一個 再一個 這樣是不是就BB 對不對 我執行的時候它就BB一下而已 好 我們看看 有沒有 這樣 表示OK嗎 你看我們電腦開機的時候 不是這樣嗎 沒有聽到聲音你就要擔心了 我等到 快點啊 對不對 我們常常其實都在用聲音做溝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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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